好 今次想說一下永生傳說 說一下古埃及的穆拿伊 其實很多人都暑假去了 快結束了 10月18日就沒有了 所以很快跟大家說一說 有興趣的大家可以盡快去看 其實他的場館我覺得挺大的 一開始就在這裡進來 然後他會在這裡介紹一個短片 說為什麼人們會這麼渴望自己死後 會製成穆拿伊 然後你看完之後 就開始穆拿伊之旅了 然後就出來有些互動的攤位 給小朋友玩 這本書其實你在這個位置 入口處已經可以拿到 拿完之後可以拿一拿 他裡面是有介紹的 即是那個穆拿伊是什麼身份 例如說這是一個已婚的婦人 他有什麼病 然後就是他的年齡 主要都是推斷的 因為其實他的穆拿伊沒有拆出來 只不過是掃描了 令到我們有機會在2017年 看到幾千年前穆拿伊裡面的情況 除了看穆拿伊這個主角之外 還有其他的東西 例如說有些空色 石碑不少 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個又和我印象都很深刻 因為其實穆拿伊相對來說 會短一點 看一看病理情況 是沒有發現的 那個男生 我很印象深刻 就是他的CT scan 他的頭是彎彎的 好像這隻手指一樣彎彎的 然後他的身體很短 推斷是兩歲左右 另外 有件事我想跟大家看看 大家在現場也可以再看看 這件短袖衣服 我記得附近一起看的 有些人都覺得 哇 這麼普遍的 很普遍的 這件事就是 環間 白色底 不同顏色 然後 爆便 對不對 爆便 然後我們再仔細一點 看他的車工 看得出來 就一定 不是說 用縫印機的 就是用手連的 但是 連得來很密 而且也算是 精緻 對 另外還有一雙涼鞋 有點彈 這個真的是真品 因為我記得 那個樣子真的很殘 而且是有一條鞋帶 那個繩子是脫了的 另外還有一些 以前小朋友的玩具 我覺得這些都真的很珍貴 我也覺得 2017年的香港 我們有這樣的機會去看 其實真的很難得 這裡主要就是說 你去到尾聲的時候 有什麼攤位活動 可以讓你去玩 另外有個 古墓探險記 用一些 VR的技術 可以讓你一起去探險 大致上就是這麼多 如果還未看的 我也覺得 非常值得一看 進回去吧 快就沒有了